我昨晚就看着《小丑2》很颠 从来说就是爱乐之城之颠弓颠破版 从Lady Gaga的角度来讲 就是追星女孩费尽心机睡到自己的偶像之后 偶像居然塌房了的故事 今天是个塔塔 我大概说一下剧情啊 会有剧透见的人先不要看啊 还有个甜的头子塔 第二部是第一部的延续 第一部的最后她不是被抓了吗 第二部就说的是她被判刑的整个过程 Lady Gaga是小丑的超级粉丝 一个住在曼哈顿上西区的富二代 但是为了追悼小丑 她就假装自己是个穷人 还假装成精神病 跑到小丑每个一段时间都要去的精神病院里面住院 第二部里面小丑的律师给她找了一个精神科 方便的专家 想给她走精神分裂这一块给她脱罪 至少不用被判死刑吧 Lady Gaga就在那个精神病院里面守株带兔小丑 还跟她玩偶遇 然后就非常顺利的认识了小丑 又非常顺利的把小丑追到了手 有一次还跑到小丑的监狱里面 跟她发生了关系 顺利怀孕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进去的 可能有钱人有有钱人的办法吧 我看到那里的时候 我还以为Lady Gaga有什么身份呢 结果到最后也没有 我怀疑Lady Gaga就是想拿小丑炒作自己 因为她跟小丑睡了之后呢 就出去到处跟媒体说 很会搞流量 但是小丑不但不建议 还觉得全世界就只有Lady Gaga懂她 她真的超爱的 这个电影就是在五次庭审里面 穿插了四到五场的音乐剧 每一场音乐剧呢 都是小丑内心感情的投射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为什么要找Lady Gaga来演的原因吧 因为这部戏有70%的时间都在唱歌 唱歌的戏份密到 Lady Gaga第一次跟小丑聊天的时候 就开始唱了 搞得小丑也养成了一个 随时随地跟她对歌的习惯 但嘎嘎确实也演得蛮好的 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深刻地反思了一下自己 人真的不能知道太多的网络热更 不然你看电影的时候 你的脑子就会很吵 比如Lady Gaga第一次跟小丑聊天的时候 我就想说 她这个上乐共鸣感很足 如果她就学一个吃蛋糕的话 应该会很像 小丑跟Lady Gaga的第一场音乐剧 Lady Gaga在一个大型的月亮下面跳舞 一开场就是这个动作 我就想到孙丽的画面 第二场音乐剧是小丑知道Lady Gaga 是富二代之后觉得自己被被刺 在那场音乐剧里面 Lady Gaga就朝着小丑的肚子开了一枪 就是在这场音乐剧之后 嘎嘎跟小丑说她怀孕了 当时小丑正在因为真实跟她吵架 结果听到怀孕两个字立刻闭埋 小小小丑彻底拿捏 电影里面一共有五次庭审 前四次的时候小丑都是拒不认罪的 到第五次的时候 她居然就突然认罪了 推翻了她律师之前给她说的有人格分裂的说法 还说什么 根本就没有小丑 从头到尾都只是她自己 所有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干的 还边说边哭 Lady Gaga听到这里 气得站起来立刻走掉 我觉得对于她及大部分粉丝来说 小丑是暗黑英雄 她的对抗到底 她是不能认罪的 小丑认罪等于偶像塌方 难怪Gaga那么生气 后来全部判决的时候 法庭的其中一面墙就被炸出了一个大洞 我估计是小丑的粉丝操作的吧 小丑呢就趁着大家都被炸蒙的时候 从那个洞里面跑了出去 我以为她要逃跑 结果只是跑去找了Lady Gaga 还对Gaga进行了一场极其卑微的挽留 说什么我不能没有你 巴拉巴拉一类的 超级甜 但是呢Lady Gaga根本就不理她 说你不是说没有小丑吗 说完这句话又开始唱歌 小丑就说你别唱了 你回答我呀 你这时候知道让她不要唱了 你之前不是挺爱的吗 但是呢Lady Gaga继续不理她 边唱着歌边甩头 走了 好疯啊 此刻我确信 Lady Gaga唯一真爱就只有唱歌这件事情 小丑挽留不成功就算了 还被赶来的警察又抓回了监狱 你说你是个什么不好 你偏偏是个恋爱脑 恋爱脑这个传染病 真的是有点无孔不入了 故事的最后是小丑回到监狱里面 被他们监狱里面一个年轻的御友用刀子给捅死了 其实这个电影前面一个半小时我都觉得挺有趣的 直到最后半小时 他们俩还在那唱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还唱呢 你的剧情不推进了 反正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出现反转 Lady Gaga就是非常纯粹的粉丝 评审是非常纯粹的评审 恋爱脑也是非常纯粹的恋爱脑 一切都挺纯粹的 只有观众懵了 我激动导演想说的 无非就是当人被人们塑造成英雄的时候 他们就只想看见他们想象中的你 而不是真实的你 更没有人想看你做你自己 哪怕你知道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一切都是虚妄 挺文艺的 但是当你看到小丑在法庭上认罪 他真的变成了小丑的那一刻 他在监狱里被遇有童死的那一刻 你还是挺不爽的 他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